关于战斗斗是女儿生的事 其实在很久之前就有过迹象表明 那是范贤被严冰云刺一件 在北极养好伤返回淡洲后 斯里迪与海棠朵朵也跟着来了淡洲 要知道 当初斯里迪可是北极太后 指名点信要的人 他回去是要和战斗斗成亲的 那他又为什么会与海棠朵朵一道来到淡洲呢 再往前 当范贤出使北极时 斯里迪在路上便为范贤挡箭 足以表明他对范贤的心思 而后来范贤在北极 与海棠朵朵在他临间小屋喝酒 范贤醉了躺了一夜 一觉醒来 居然发现斯里里也在 若战斗斗当真要娶斯里里 若斯里里并不知道战斗斗乃是女儿身 他又岂敢如此明目张胆地对范贤施爱 要知道当时左飞鱼可还在太后手中 斯里里就算不为自己考虑也会为左飞鱼考虑 定然会克制自己对范贤的感情 可是他却没有 因为斯里里一早就知道自己被指名点信的要求送回去 其实并不是回去和战斗斗成亲的 而是他知道战斗斗是女儿身的秘密 所以他必须被北极皇室所掌控 至于后来 离开北极来到淡州 也正是因为战斗斗 看出了斯里里对范贤的心思 加以利用 希望能够通过斯里里来掌控范贤 此时范贤想起这些来 不由暗骂自己当初愚蠢 如此简单的事居然都没有看明白 苦河大师 我还有一事不明 走了一阵 范贤呼得再度开口 何事 当初在上京城中 你为何让海棠多多助我 范贤出使北极时 曾在上京城中与沈仲 上山虎有过几次争斗 若没有海棠多多 范贤必然不可能完成庆地 交给他的任务 救不出颜冰云 而当时海棠多多表面上 虽然是战斗斗的人 但实际上所有人都知道 海棠多多听的乃是他师父 苦河的话 也就是说 海棠多多乃是因为苦河的受益 所以这才相助范贤 那苦河当初为何要帮助范贤呢 您不会告诉我 那时候您就知道 我是叶青梅之子了吧 范贤只觉得 只有这一个可能 才能导致苦河帮助自己 可那时候 知道这件事的人 寥寥无几 除了庆帝 陈平平 范贤外 那就知道五竹知道 而五竹还已经失忆 根本不会向外人去说这件事 苦河怎么知道这件事呢 不 不是 不是什么 不是知道你是叶青梅之子 才选择帮你 苦河的一句话 让范贤再度诧异不已 除了这个原因 他实在想不到 其他另外的原因了 于是他紧随其后 静待苦河下文 帮助小皇帝夺权 本就是太后与小皇帝的计划 小皇帝已经成年 皇权自然要回到他的手中 但太后不能直接给他 容易引起朝臣们的猜疑 所以太后便与小皇帝商议 如何通过朝廷的内斗 将皇权还到小皇帝手中 而且还要看起来顺理成章 理所当然 家好这个时候 你来了 利用你来帮助小皇帝夺权 斗垮沈重的计划 就应约而生 你以为你能救出阎兵云 当真是圣旨 若只是圣旨 沈重又岂能听信 苦河再度缓缓言道 范贤文声一征 而后立刻恍然 当初自己与阎兵云 沈婉被沈重 带着锦衣卫围在那院子里 海棠朵朵即使赶来救援 而且还带来了小皇帝的口谕 其实那根本就不是什么 小皇帝的口谕 而是太后的意思 沈重当然也知道 这是太后的意思 所以才会那么干脆地 让自己带着阎兵云离开 所谓北齐内斗 即使根本就是太后 与战斗斗合起来 演的一场戏罢了 只是为了让皇权 更为顺理成章地 回到战斗斗手中而已 范贤想到这里 暗道 城市套路深 这帮人与南庆的境地 陈平平等人 果然如出一辙 是老谋深算 绝对有得一拼 不过 经过此事 我也看出来了 你绝非反俗 所以才会告诉你小皇帝 让海棠前往淡州帮你 只是我没有想到 小皇帝也有自己的打算 竟把斯里里也派到了淡州 原来 战斗斗之所以同意 让海棠朵朵前往淡州 相助犯贤 居然是苦河的意思 不过现在想想 也对 若不是苦河出言 小皇帝 何敢让海棠朵朵 前往淡州 相助犯贤呢 要知道 要知道当时的范贤 乃是南庆通缉犯 而南庆与北极各自成兵 二十万余边境 随时准备开打 如此紧张的情况之下 再让海棠朵朵帮助范贤 岂不是坐实了范贤 通敌卖国的罪名 给了庆帝打开的理由 严而事实证明 苦河的眼光的确毒辣 我断定 庆帝不会真正开打 所以才敢如此行事 为什么 范贤又疑惑了 其一 我还没死 庆帝不会大举进攻 其二 你能安然返回淡州 就说明庆帝 根本就不相信 你通敌卖国 其三 阎兵云作证 二皇子控告 可谓铁证如山 庆帝却都不信 你会通敌卖国 足以说明 庆帝对你的信任 而庆帝一生 极少如此信任一个人 他能如此信任你 也就说明 你与他的关系 非同一般 至少不是面上的 君臣关系 所以我才断定 庆帝不会真正 对北极动手 庆帝的一番话 直让范贤 醍醐灌顶 当初种种事情 发生得太快 他根本来不及思考 其中的可能性 而今现在听 庆帝一一道来 那时候的自己 居然蠢暴了 若是他一早就能知道 庆帝一般看得透彻 何至于后面 被庆帝逼得 只能去重新创造 三国分立的假象 如此 岂非多此一举 由此 范贤也是对 庆帝感到由衷的佩服 姜啊 还是老得辣 范贤一直以为 自己挺聪明的 可谁知道 听完庆帝这几番话 他顿时觉得 自己之前的聪明 都弱爆了 放在庆帝面前 根本不值一提嘛 可他不知道的是 苦河其实 也并非看上去 那么聪明机智 他做了很多事 其实都是因为 修炼天一道 对未来 有些许预知罢了 雪原茫茫 被白色包裹的世界里 见不到其他任何颜色 就连天空中的太阳 也似乎变得 变成了白色 死境中唯有范贤 苦河五竹三人 脚踩白雪 传出的声音 除此之外 他们三人 没有见到任何活物 又过了两日 也不知是否 接近雪原尽头 风开始呼呼作响 然后 狂风卷动着 飞雪铺天盖地而来 整个世界 都似乎被搅动 三人就像是 在一片汪洋中 摇摇欲坠的扁舟 随时都有可能被吞没 好在三人都修为极高 一步一个脚印 顶着风 往前 虽敢吃力 但也并未因此 而延缓路程 范贤这辈子 还从未见过如此大雪 刚开始 还觉得有趣 后来当飞雪 灌入她的鼻孔 她就表示 自己想太多 如此一日之后 三人终于见到雪原的边际 那是一片连环起伏的雪山 冰川横贯 巨大的冰晶 倒挂在山峰的崖壁之上 在阳光下 晶莹剔透 而在雪原的边际 乃是一道 至少长百米的冰川峡谷 只有月上对岸 才能抵达那边冰川山脉 范贤与苦河 倒是不成问题 两人当即把目光 转向了舞竹 然后舞竹就纵身一跃 整个身体 犹如一枚炮弹射了出去 而后在空中 划出了一条弧线 稳稳当当地 落在了对面的山崖上 牛啊 范贤竖起大拇指 心服口服 而后她与苦河两人施展轻弓 也稳稳当当地跃了过去 只是当范贤回头 却是忍不住地摇头 如此巨大冰川峡谷 挡在这里 大军根本无法过来 看来就算是他们找到神庙的具体位置 他们也无法调动大军前来 转过头 苦河已经朝着一个方向走去 他在四下张望 似乎在寻找什么 二十年前没有这道峡谷 苦河道出心中的疑问 他当初与小人一道前来之时 并未见到这道峡谷 这道峡谷必然是后面才出现的 可是二十年前的时间 到底是什么样的力量 造成了如此巨大的峡谷呢 很有可能是人为 范贤猜测道 二十年前的时间 就算是再厉害的地震 也不可能催生 如此一条巨大的鸿沟 要知道 地质结构的变化 需要时间极为漫长 二十年的时间 在历史的长河中 不过是惊鸿一撇 如果苦河所言是真的 那么这条峡谷 只能是人为造成的 谁无法否认 神庙拥有这样的力量 你的意思是 神庙早就准备着 我们这个世界会找到他们 所以才提前做了防备 苦河问道 范贤点了点头 当初我娘离开神庙的时候 神庙恐怕就已经察觉到了危险 如果不出我所料 这恐怕不是神庙最后一道防线 范贤的目光继续往前 巨大的冰川挡在他们的面前 您还找得到当初的路吗 范贤问道 苦河正自愁畜 不料武竹却忽得开口 跟我来 而后就看到武竹大踏步 往一道冰川山脉走去 范贤与苦河相视一眼 急忙跟了上去 雪山上的冰川 像是一道道巨大的玻璃 松立在范贤等人的面前 隔断了范贤 想要继续往北的所有念头 可是武竹却视而不见 仍是朝雪山的山脚走去 于是三人像是三只蚂蚁一般 靠近山脚 来到冰川覆盖山峰下 只见武竹的目光 在山脚左右一扫 而后立刻朝右边走去 范贤与苦河虽感到疑惑 但还是跟了上去 不多时 武竹停下了脚步 范贤顺着他的目光往去 只见武竹面前的巨大冰川壁上 一个显然是人工挖凿的洞口 显露了出来 因为冰川本就是晶莹透亮 所以这个洞口根本不易察觉 若是站在远处 甚至根本看不到 这个洞口的存在 而这个洞口 距离地面至少五十米 而冰川壁光滑无比 普通人根本不可能站得住脚 想要爬上去 除非在冰川壁上 凿出可以攀爬的阶梯 不然根本不可能上得去 好在范贤与苦河 都是绝顶修为的高手 壁虎油墙什么的自然不在话下 而后两人再度望向五竹 只见五竹身体微微下蹲 然后一个猛然跃迹 身体再度犹如一枚炮弹射了出去 甚至超过了洞口的高度 就在五竹身体往下坠落之际 他一把抓住洞口的冰川壁 啪啪啪 厉害厉害 范贤这一次直接鼓掌 机器人就是牛逼 以前在电影院里看到终结者 范贤一度以为 那都是电影虚构出来的 此时面对如此生动深刻的画面 他彻底服了 接着 他与苦河两人 纷纷施展轻弓 踩着冰川壁往上爬 两人真气都已经炉火春青 即便是在空中也能借力 遑论是冰川壁上一闸也 三人相继靠近洞口 可就在两人越靠近之际 一股若有似无的声音 从洞口之中传来 两人的耳膜一下子生疼 好似那声音 正在不断地往耳朵里钻去 可是那声音的确又非常的微弱 不仔细去听 根本无法发觉 两人咬牙来到洞口 才发现 整个洞口至少高三米宽两米 异常地宽敞 而他们的耳朵却一阵地嗡鸣 除了那若有似无的声音以外 他们根本听不到任何其他声音 范贤星李沙时间冒出了一个念头 超声波 人类听觉的上限一般是2000赫兹 超过了2000赫兹的声波 则被称为超声波 眼下这种若有似无 却又明显能感觉到 有一种声音正在穿透耳膜的声音 除了超声波 范贤实在想不到还能是什么 可是超声波人类 不是应该听不见吗 范贤转念又一想 他和古河的听觉 早就超出普通人类听觉上限 能听到超声波有什么稀奇 一丝即此 范贤急忙给两人比了个手势 快点进去 于是 五竹在前开路 范贤局中 古河压后 三人鱼灌进入洞口 朝着最里面走去 此时范贤与古河 耳朵里都是嗡鸣声 五竹显然也能够看得出来 所以没有说话 自顾自地往前走着 范贤时不时地回头看一眼古河 确定他能够承受这种声音 这才继续前进 精彩内容 下集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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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集再见